12月28号 2016维也纳音乐时博会 新年美食沙龙 在位于多伦多的柳泉酒庄举行 各界嘉宾共聚一堂 以美酒配佳肴庆祝新年 2016维也纳音乐时博会 美食沙龙 由全球知名烹饪节目 Yankin Cook主持人 甄文达博士 和皇家音乐学院 小提琴演奏大师 Angel Wang共同主持 维也纳时博会的发起人 Angel Wang介绍了古典音乐文化 他表示时博会的发起 正是源于自己参加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的 一个突发的灵感 原来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去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The real place I was in the golden hall and watching all the concert So 我有一点启发和灵感 觉得应该把这种美食和音乐 结合在一起 把维也纳的古典音乐 还有我们的美食文化 结合在一起 做这么一次高层次的 一个音乐与美食的 一个文化盛典 受邀前来主持活动的 甄文达博士 是享誉西方世界的 著名华裔烹饪大师 他在现场进行了厨艺表演 对于美食推动文化的传播 他有很深的体会 他认为美食 美酒和音乐 是最完美的结合 音乐跟美食构在一起 其实是相当于一张 互相支持 互相配搭的 配搭很好的 天一无粉 本次活动由加拿大中华艺术 传播中心和加拿大中华 烹饪协会 柳全酒庄联合举办 柳全酒庄总裁黄振发 向来宾介绍了品酒的文化 他期待这样的活动 能够将美酒文化做进一步的推广 这个由美食的地方呢 那我们都希望就由美酒来配搭 那今天呢 还有音乐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在这美酒和美食和音乐 一起再擦出新的火花 多伦多十大厨艺大师 随后向来宾展示美食艺术 为来宾现场制作美食 目的呢 就是达到一个 传播那个我们中西方的文化 跟那个中西方的美食 结合这样的一个目的 参加此次活动的嘉宾 有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乔务领事钟鸿诺 王振复领事 列治文山市议员陈志辉 万景市市议员何胡景 以及社区各界人事代表 主办方再次宣布 将于明年1月22号 举办新年维也纳音乐时播会 届时将会有更多的厨艺大师 一展厨艺 嘉宾们将在经典音乐的氛围中 共享美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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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